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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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講得長一點 還有一錄都是錄兩個 錄這個 中國民心、香港民心、香港財經R 所以就 馬上去了 因為錄的時間 兩個節目加起來都整個一個小時 一定是講這個 要講回 就是 民主派 許智峰 在立法會大樓 搶了一位 EO 女士 手機 還有 我想將他和何君堯 留報 這個粉嶺的地 原來他的家族 是持有那塊地的業權 這兩件事 我們拼在一起 許智峰 這位 好像都相當年輕 是36歲 我沒記錯 昨天在立法會裡面 搶走政府 一位EO 女職員的手機 在立法會大樓裡面 E.O居然去了立法會大樓 他公開道歉 但他發現 這位E.O手機裡 有大量資料 包括議員出入立法會大樓的記錄 現在在報導的時候 許智峯已經開了記招道歉了 沒有開中位 不知道大主席對他的懲處是怎樣 為什麼許智峯會這樣做呢 他也沒有說 只不過是說 做得好錯 道歉 但根據報導 其實這位E.O 這位女士 是一個 政府的狗仔隊 他做這件事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他要這樣做呢 就是 其實政府 派他在立法會 會議外 監察一些議員的動向 簡單說一句 就是一個通風報信的人 許智峯曾經很多次表達不滿 他今次 就 在今年的 預算 即是 逢有大件事 政府覺得 一定要過 那 就會派這個 有一位E.O 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是這個 他 守住這個立法會 裡面 點了人數 究竟哪一個人 有出席 沒有出席 什麼時候去了廁所 什麼時候去了多久 又回來 全部都 記錄在案 簡單說一個通風報信的人 OK 就是政府 派 即是 行政長官 或者 政府那邊 派去立法會去做的 那麼 在 通過預算案裡面 這個 許智峯也要求處方交代過去三年 每個立法會裡面 每一年派出的官首駐立法會的目的 的日子 開支工作詳情相關資料 那麼政府當然是沒有回應 對不對 好了 關於 許智峯說 裡面有大量私隱 這個張建宗 這個 我們 黃毓民是覺得對的 這個人是廢的 有問題就馬上閃出來了 就是領工就跑出來了 他馬上就說 他們已經問過私隱專員公署 這個做法沒有違反任何法律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人 專員公署就說 所有人都在做公職 所以是沒有違反私隱的 這個 這個就不是私隱專員公署說 是張建宗說 這個保安司李家超 就是走出來說 野蠻 就是說他搶了別人的手機 那就不能接受 又表示這個員工的工作 是匯報議員的位置 例如是否新出立法會大樓 而這些都是公眾資料 OK 我知道 說這些 一定有很多人會罵我 但我覺得 我都應該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OK 當然 你問我 許智峯是否對 不對 為什麼呢 你應該去投訴他 你應該向大主席投訴他 應該開傳媒開記招 就不能夠搶別人的手機 很明顯 他是覺得 他的私隱被侵犯 而 某程度上 投訴過很多次 沒有人來 先喝一口水 你看回 每逢立法會審議爭議性的法案 負責的政府部門都會派出 官員在會議廳一帶駐守 留意議員行蹤 呼籲議員留守會議 一般稱為狗仔隊 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去年 批評政府這個做法是變本加厲 由本身只是留守在會議廳一帶 變成駐守幾個據點 包括升降機出口 立法會大樓出入口 甚至立法會大樓對面的中信大廈天橋 他批評狗仔隊成員經常首次議員 相片認人 並紀錄議員進出樓層 或立法會大樓的時間 是變相掌握議員的行蹤 不過這些狗仔隊有個更正式的稱呼 就是2012年5月立法會在審議 替補機制的時候 一度面對樓會 當時時任的政制和內政事務局局長南次元 問會不會派多些狗仔隊有必要時 例如發點法定人數 致電議員請他們出席 他當時回應說 我盡量不會使用你提及的名稱 我今天向同事表示 他們是全程監察小組的成員 他們有不少都在這裡 簡單說 由2012年開始 最少譚致電議員都已經認了 好的 我的問題就是這個 你問我許智峰是否正確 許智峰這次面對的懲罰是很大的 因為他是一個嚴重的過失 所以大主席是有權要求彈劾他 然後由全體立法會議員去表決 如果有人彈劾 而三分二都通過的話 可以褫奪他議員的資格 但現在大部分的都是建制派 而他自己泛民裏面的對決都不滿 所以他很危險 但我仍然覺出一些我自己的分析 首先我講明他是不對的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行政機關為什麼有詞無恐 派EO入立法會點人數呢? 第一件事 這個EO 如果他是二級主任 他都兩萬九元一個月的 入職 如果他是一個 就是拿正EO 做了十年時間 他四萬幾元一個月的 派一個EO去點人數 EO做點人數嗎? 政府就是一件事 萬無一失 因為你是EO 但是EO是去點人數嗎? 給四萬幾元一個月就叫他點人數 有沒有搞錯? 第二件事 行政是不應該干預立法的 立法會的議員更加不應該受到監察 是要監察的都是梁君彥監察 如果 如果你認為 議員開會的人數 是經常 在門口都不進 你應該向大主席投訴 由大主席開會 由大主席去審視他們的conduct 甚至由大主席去找人去監察 就不是李行政派人去監察 但是很奇怪地 居然梁君彥一聲都沒有 2012年到現在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其實就是一件事 無論行政 立法、司法 最大的那個 都是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 為什麼這麼大? 因為後面那個人大 後面那個是誰? 不是中聯辦 就是習大大 那就是說 其實 很久以來 到現在 中國 中方共產黨 都是在干預 行政、司法、立法 裡面的事務 這個絕對是不對的 有一件事我想說的 報警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他這次做的事 有同事不同意 但是我也告訴你 他這次做的事是有政治目的的 為什麼呢? 他覺得他不應該拿這些政治資料 立法會員的行蹤是不應該受行政去監察的 第一 應該說不應該受任何人去監察 除了立法會之外 第二 可能當時他覺得 這個EO 是在記錄他的私隱 例如 他剛剛講完電話和家 他就拿手機出來記錄 所以他想看看他的手機裡面 紀錄到什麼資料 他做的行為 他用的方式是錯 但是他的目的未必錯 所以報警是沒有用的 除非他打他 除非他非禮 除非他偷 報警 去到法庭是不受理的 但是立法會裡面就一定受理 OK? 好 好了 我們說的就是 EO 究竟跟哪一個匯報呢? 富豬獄出啊 是不是? 你說是誰? 當然是特首辦啊 照樣問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 當年周浩鼎 為什麼幫梁振英呢? 不是偶然 不是收買他一個 其實全部的人 建制派 都是Under 特首 你現在看一下 李慧琼 強烈譴責 所有的司長都走出來 林鄭都沒有回來 強烈譴責都走出來 整個建制 甚至現在的泛民 部分的泛民 都在行政長官的指揮棒之下 那行政長官的指揮棒 是誰在後面? 共產黨 我 我要強烈說 這個私隱專員公署說這句話 是垃圾 但未必 因為可能是張建宗 說的 很大的問題是 一件事就是 你不能夠說他們因為做公務 所以這些不是私隱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立法會的議員 是不應該受任何人 記錄下他們的紀錄 除非是立法會大主席 覺得他們行為有問題 不是由行政去做 第二 如果私隱專員說得對 我可以派一個人跟著林鄭 或者派一個人跟著 盧偉聰也可以 因為你在做日常的職務 那我可以在大樓 在你的辦公室 記錄下他們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因為你可能記錄了 他私人的電話 或者他私人的事務 那有沒有侵犯私隱呢? 第一 你最早做這件事已經錯 你根本就沒有權 不應該去做 你也有可能記錄別人的私人的事情 他去廁所 十分鐘你都記錄了 議員去廁所不是公務了吧 是吧? 所以 私隱專員這樣回答 是極有問題 但是 可能是張建宗說 私隱專員公署未必敢說 這些是垃圾來的 如果我派一個人 跟著你張建宗 在你辦公室門口 每天記錄下你什麼時候出入 什麼時候喝過咖啡 什麼時候送什麼進來給你的話 那有沒有侵犯你私隱呢? 你行不行? 是吧? 那我派一個人 跟著那些 譬如說 行政長官去開會的 我派一個人跟著他 記錄下他 什麼時候塞車 什麼時候打電話 行不行? 拍照也行 如果這樣 你做公務而已 答案當然是不行 是吧? 這個張建宗說話就是白癡 即使私隱這樣說 你都問清楚他 為人家這樣說 我就死了 你記住 什麼叫公平呢? 調得回去 就是公平 人家這樣對你 你行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我要說 是共產黨之下的自揮棒呢? 因為同一時間發生了何君堯的事件 何君堯呢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何君堯殺武社那個 何君堯呢 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他是全靠他的家底 上篩位的 粉嶺高爾夫球場旁邊的地皮 何君堯家族是持有12萬呎 何君堯的家族 是其中的股東 但是 何君堯呢 他都說了 他留步 何君堯的家族 持有粉嶺高球場旁地 離岸公司股東成迷 立法會員何君堯的家族 保通持有粉嶺高爾夫球場旁邊 12萬呎農地 普通油離岸公司 profit trade 控股 股東身份不明 但是 跟著一幅相 何君堯是有份簽名的 那就是說 何君堯不是家族 持有 他直接就是持有這間公司 可以代簽名的 何君堯在立法會投票 反對 他反對政府研究收回 現在這麼水深火熱 剛才說 土地專責小組 開會 開五個月 要研究香港沒有地 少了 不知道 1200公頃的地 但是 要研究收回 高爾夫球場建屋的動議 何君堯是投了反對票 反對研究 起都未去到 但是他沒有申報 原來他的家族公司 是持有這塊地 他旁邊的農地 何君堯回應 香港另一 就說 承認有份擁有 普通和該農地 至於為什麼一直沒有動議和利益申報呢 他說要仔細了解 但是強調 即使留佈 都不是全心隱瞞 我可以告訴你 在外國是很大罪的 因為 你不止持有 你還是要去投票 即是簡單說一句 現在 政府 公私營合作 假設政府 和長石集團合作 李澤佳 就是股東之一 即是老闆 現在要過五月 他就是老闆之一 老闆 他居然可以是立法會議員 他居然還可以投票 還可以投贊成票 那不是利益輸送是什麼 很嚴重 這個是 旁邊都說明 何君堯家族 擁有粉嶺高球場 十二萬尺 大家看回這幅圖 就看到 那幅圖裡面的私人農莊 佔地二三萬尺 何君堯家族 擁有其中十二萬尺 就是在高爾夫球場 粉嶺高球場 粉嶺高球場的隔離 他怎麼能夠投票呢 他當然不會贊成 贊成 就是嗎 那裡 以後用來建私人樓的 那裡的誰會建工屋呢 對嗎 大家可以看到 好,這位就是何君堯的哥哥,何君柱 這裡寫了何君堯的兄長何君柱,兩次代表Provert Trade 簽署文件 何君堯父母何新榮和李翠歡,在2002年各自持有寶通,轉讓了Provert Trade 名下 2014年寶通通過特別會議修改章程,該文件當時由何君柱代表大股東簽署 這件事很明顯 但是李慧琼居然說都沒有說 所有人政府都沒有說,很嚴重的角色 還有,大家看到旁邊,反港獨、反冷血、反魏學 何君堯,三無謝論,查了七個月,警方說沒有證據 有片都沒有證據,這代表什麼? 建制派的人不能動,因為政府不能動 為什麼你李家超不說? 喂,你政府是這樣做的嗎? 其實這個何君堯很嚴重,很嚴重 他明顯有利益,他可以投票 還有,沒有一個人譴責他 哇,許智峯,全部都出來,包括李慧琼 那不是共產黨指揮是什麼? 政府對於家族關聯利益,全部都是正銀行、正銀幣 林鄭,她說,她只是擁有一間物業在英國 你信不信? 我告訴你,所有他們的家人親戚,是持有大量的資產 家人親戚持有資產,都是不可以,都是有問題的 例如曾蔭權案,法官已經說了,曾蔭權案裏面 他太太收受三十五萬李國保的,都是不對 所以,政府對於家族關聯利益,全部都是正銀幣的 那當然查不到 很明顯,何君堯,許智峯就大勢超 政府,我不是說許智峯對,他都錯 但是,政府,建制派,甚至現在的泛民 隨隨隨隨隨的,對於這件事 那香港還不是一言堂? 立法會有什麼用就刪掉吧,如果這樣 是不是? 立法會議員,可以被共產黨監控的 沒有人發聲,沒有聲音的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大主席又沒有話說的 喂,議員 和這個商家,這只是商家的身份 坐在那裡開會,沒有人吵 投賣票,沒有人吵 那這個立法會怎麼搞呢? 要立法會來做什麼? 不如給梁綜恒、游慧精那些進去吧 是不是?有什麼所謂? 已經一盒泡了 我覺得我講了應該會有很多人有意見或者罵我 但是我也要講 大哥,這麼大小都可以嗎? 如果外國,很重要的,你看看現在特朗普 被人抓到媽媽都不認得 為什麼?就是因為你有利益衝突 這件事我一定要講 另外,我想花一點篇幅說一說 大家都知道茶記,強哥和阮師傅 很多時候他們和何志剛都隔空開火 這個我不評論一下這些 但是最近已經見不到阮師傅和強哥 驅然上星期我看到一個茶記,叫茶記有勢 就是一個女人,只是把何志剛 Youtube的片段播出來 現在中間就加插一句 何志剛說一句,她就說她瘋啊傻啊一句 然後有讀者留言,她就說你不喜歡就不要看 我自己就不想批評別人的節目 但是我覺得開頭 雖然 整天都罵何志剛 我不知道他們的恩怨 但是有些點,強哥也是很到的 阮師傅也是很到的 但居然一個節目現在弄成這樣 我覺得這些節目呢 不如就不要出界了 沒用的 你不是對觀眾交代 你都要對自己交代 不是view數問題 你都看完之後 發表你自己的觀點 那些不是觀點來的 純鬧 他都貼什麼線的 那這個是節目來的嗎 是不是? 我反而覺得view數不重要 但是你做節目應該向自己交代 你十年後自己都看過這個節目的 嘩,這樣都說得出的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是 好嗎? 那今天這個video就到這裡 多長 24分鐘 那 希望這個 但是很難說 因為 明天呢 梁君彥就會 叫所有議員看片段 還有我不覺得CCTV片段 應該交給警方 因為是立法會內務的事 OK? 是立法會內務的事 但是如果 這麼多的議員看完 覺得這個行為是有問題 而彈劾他甚至 要投票的話呢 許智峰就很危險了 因為現在 我相信很容易過三分二 那麼我們看看這件事 但是發展是怎樣 不過 我也重新說一句 我是想把兩件事比較 我不要說許智峰對 許智峰應該 從正常途徑去投訴 不應該搶人的手機 好嗎? 那下一個節目再跟大家見面了 拜拜